推广高尔夫球来成为全民运动 台中市第七届全市运动大会高尔夫球项目 这一天是来到了无峰高尔夫球场正式开赛 吸引了来自23区总共有83位的球友参与 虽然这天气炎热 但是人是不减这些球友的好性质 整体的表现不俗 最后成绩出炉 由汤宋女抱回女子组的冠军 男子组冠军则是由王清章夺得 选手在场上目测距离 方向抓准力道用力会干 小白球呈现跑路线飞出 台湾市第七届全市运动会高尔夫项目 这天在无峰球场登场 虽然天气炎热 但仍然不减选手的好性质 各个都拿出最好的表现 希望抢下冠军宝座 在市政府积极的推广下 我们高尔夫运动现在已经非常的普及化 那这一次运动会是在无峰高尔夫球场 那今天的天候非常的好 在这个环保球场 那全民一共是有83位 来自于23区的民众来参加 那今天在天候的状况非常好 也打出很好的成绩 我今天代表西屯区参加这个全市运动大会 然后很开心这个球场可以办这个比赛 因为它是一个难度非常高的球场 然后也很开心就是可以办这个比赛 让我们可以跟这些球后阿姨们切磋球技 就阿姨们也是很厉害 然后球场也很干净 就是很舒服 这一次一共有23区组队总共有83人一较高下 不少选手都表示无峰球场球到窄 集球时技巧要拿捏得宜 国陵也根据标准的比赛球场处理过 对选手来说可是相当具有挑战性 我的球是直直的 所以它这个很有挑战 尤其是今天无峰它有压过 跟前几天的打法都完全不一样 它就是有比赛的那个球场就是要这样子压 就是会给选手啊 有一点这样子很打起来就有压力感这样子 今天乌翁球场它的球道是比较狭窄 当然它的那个长好趋潮也很长 它国陵状况还不错 所以今天我的打法是采取比较保守的一个打法 体育总会表示这次的赛事从两天缩短到一天 赛程紧凑但选手表现不俗 男子组冠军由王庆章夺得 而女子组则由唐素女抱回冠军宝座 团体部分则分别由武器区和大理区 夺下男子组和女子组的冠军 透过赛事大家以求会有切磋球技 也借此推广告敷球运动成为全民的运动 记得出转台中采访报道 3.0aret近军 3.0aret近军 4.0aret line 5.0aret 5.0aret